四十多年前我的爷爷就是你的真爷爷开医院 我们家开过医院 对啊 但是我老爸就是你爷爷顽固子弟 所以富不过三代 到爸爸这代全花光 接下来靠你 那怎么找到贵人 来找到贵人 请问一下 这个贵人的名片会印贵人吗 不会 那你怎么可以看出他是贵人 面相要看哪里 还是会帮你的就是贵人 真的吗 帮你的就是贵人吗 是 小姐贵姓 徐小姐 我是台南地方法院检察官 你的户头被盗用 我来帮你 贵人跟小人一限资格 贵人做一件事情 来拜托各位做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不管你小孩多大 假设你小孩出社会也好 或者在读大学也好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持续不断的 帮你小孩做生日的请举手 到目前为止 你还在帮小孩做生日 或是小孩子是独幼稚园的 我晓得 你在帮他做生日的请举手 好 那有举手的人注意听进去 其他都没有在做了是不是 好没有了 那有举手特别注意 演讲听完回去之后 今年开始不要做生日 你帮小孩子做生日 他到了国中也不大吸汗 我告诉你 你认真帮小孩子做生日 只会出现一个结果 未来他长大 一定会帮他的小孩做生日 我想请问你 你有没有带他回去 帮你的父母做生日 有的请举手 你有带小孩回去帮你父母 做生日的请举手 OK 好 没有举手的人告诉你 你命运比较坎坷 因为你比较少贵人 贵人只有透过感恩 才会有贵人 我帮你 你会感恩 我下次会再帮你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人脉很假 现在人脉就是建立在互相利用上 现在人脉就是彼此有利益才是人脉 那个人脉是很脆弱的 我没帮你 你会感恩 我更会帮你 如果你带小孩子 回来帮你的父母做生日 他看在眼里 你帮爷爷奶奶做生日 以后他长大会带他小孩 回来帮你做生日 你了解吗 你从来没有帮你父母做过生日 你跟我说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 你把我打死我就不相信 你既然不会感恩 你哪来贵人 你一辈子辛苦努力 你没有办法一片天 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少贵人 所有成功的人 除了特别努力以外 他还有一个要件 是他遇到贵人 帮他开启那一扇门 那一扇窗 同意吧 同意 各位 林志玲长得漂不漂亮 比他漂亮的多的都是 他之前在互帮文教基金会当职员 因为饮水机坏了 办公室的饮水机坏了 所以他就拿着杯子走到大厅来 准备去倒水 这时候一个日本的摄影师看到 拍了两张照片 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日本的摄影师 他早就嫁出去了 不用到现在烦恼嫁不出去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人除了努力以外要有贵人 贵人要懂得感恩 从来不懂得感恩的人 你跟我讲贵人 我死都不相信 来各位 那怎么样找到贵人 各位 小孩子生日要不要做 要 请问你有没有跟小孩子讲 什么是生日 很多人没有讲 我到某国立大学演讲 我说请问生日是什么 他跟我讲开吻趴的日子 那请问什么是生日 生日就是长尾巴的日子 什么是生日 身份证登记的日子 都没有人跟我讲生日是什么 母难日 我讲了一句台湾愿语 居然这些年轻人回答不出来 我说拼会过麻油香 拼不过四地帮 什么意思 大家嘴嘴嘴 我指了一个 他说老师应该是拼得过肯德基 拼不过麦当劳 这是谁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没教 各位 我家小孩生日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情 不是吃蛋糕 而是跪下来帮妈妈洗脚 三个小孩都一样 现在他们已经精进到 除了洗脚 兼做脚底按摩 我妈 我妈妈给你送到 脚底按摩 另外说你既然脚底按摩 我就脚底按摩加精油 你要这意思吗 我们家规定满20岁的小孩 生日当天帮妈妈洗脚 还要送礼物给父母 表示感恩 我这个制度比二代健保更好 为什么 因为当父母的活得越久 领得越久 每次生日帮你洗脚 还要送礼物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